中共的那个病毒清零运动 即便你在国外 你也可以看到很多人 因为习近平的这个清零运动 就很多人在不同的国家 他没有没有办法回国 尤其是一些一些很底层的这些打工者 他们的工作是有一个工期的 比如说他在海外工作一年合同到期了 但是他中国还在那里清零 他清零有很多严格的要求 你必须没有在三个月之内 你没有感染过病毒 你才可以去买机票 如果你感染过病毒 那你要确保你要去检测 什么血清检测 什么核衰检测 各种检测你的数据 必须要达标 最荒唐的是有很多人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感染过病毒也好 包括这个检测不标准 数据不合格 检测的方式不对也好等等 有的人就是因为这个检测不合格 在海外长达半年 没有办法回国 你想想他半年之内 他的工作已经 他的劳动合同已经到期了 他的工作签证也到期了 他什么都是他已经没有收入了 他在苦苦在海外等半年 有的人住在一个酒店里面 或者是大概最便宜的 他已经身无分红了 他要求助 所以这种现象 其实我是亲自见到过很多 尤其我们这边 我这个国家不是很发达 我这边有很多通过的工人过来 他那个时候 经常的这个功能 有的也是从楼上跳起来 有的在酒店门口就熬不住了 就直接就上吊自杀 自杀在酒店 这些照片我都有看到过 很惨烈 那就是我亲身经历的 就是很多家人 什么父母去世 孩子发生车祸 家长都没有办法 他没有办法回国 因为他第一机票很贵 非常的贵 疫情是隔离分控期间 航班很有限的 被很多人把这个机票炒得很高 本来两三千的一张回国的机票 炒到五六万七八万一张 他们买不起 第二他们没有收入 第三他们就是吃的每天就 我看到有一个功能 整整两个月的方便面 那他吃方便面他的检测 他本来很多人检测不合格 是因为自己的免疫力不好 而自己的基本的身体的 整个身体综合的情况已经很差 所以种种原因导致他们 就是很多人道悲剧的发生